跟你们分享 当你们慧改的时候 避蒙福 大家说慧改蒙福 慧改蒙福 感谢主亲 打开圣经 愿义书一章九节 愿义书一章九节 这段经文 你要把它记在心上 你要背起来 因为这段经文 是你一生的应许 你的能力 魔鬼上当 在你生命里面 不再控告你 也不再能够使你跌倒 因为段经文 让你的生命里面 很清楚明白 上帝怎么应许你 你就可以得胜一些 黑暗的诠释 请把段经文 背起来记在心上 段经文也是我一生人 的能力 谢谢主啊 愿义书 第一章九节 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 来一二三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祂必顺典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再来一次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神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祂必顺典我们的罪 洗尽我们一切的不义 我们基地都祷告 天父我感谢祂美女 感谢祂美女 学书 我们把这段时间 分别为圣归给你 主啊 求你 跟我们说话 求主圣灵的运行 在我们当中 感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 让我们 在这世上活着的时候 靠着你的恩典 每一天 过丰盛的生活 也因此荣耀你的生命 见祢的国 见证祢的圣灵 主啊 求报人圣灵 求祢一段时间 祢们同在 求祢话与领导门 奉耶稣基督得圣的名 求大家说 阿们 谢谢基督拿来的 三个星期我告诉你 慧改 能够得圣祢的咒诅 兄姐妹 当你不慧改的时候 咒诅停留在你的生命里面 你的生活不会好过的 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 为什么你要慧改 因为你慧改必蒙福 慧改对你的生命非常重要 在段经文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应许 圣经在告诉我们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 就是慧改 对不对 认自己的罪就是慧改 然后神是信实 祂不能违背祂的信实 祂说爱你 就永远爱你 祂会想尽办法爱你 想尽办法帮助你 那兄姐妹 在这里呢 却说祂是公义的 当祂说祂是公义 祂也不能违背 祂是公义圣洁 等一下我会告诉你 祂的公义必须审判 那审判去了哪里呢 祂要赦免的罪 祂所做的罪 当受的惧犯去了哪里呢 然后当你认罪慧改的 祂必赦免你的罪 洗尽你一切的不易 这就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应许 当你慧改 认罪 过慧改的生活 你的生命就要改变 不受罪的咒诅和罪的捆绑 在挟制你 使你的生命充满灾祸黑暗 因为你已经得救了 这个应许你要抓住 所以我要求你 把段经文记在信里面 成为你一生的帮助 今天我要告诉你 当你说你慧改的时候 我这几堂里面都在讲慧改 很深的和你们探导 什么是慧改 我在告诉你慧改 不是原意上的慧改 对不对 原意上的慧改 祷告是开始 什么是慧改 慧改是跟你整个生命有关系 从里到外 你的思想 你的言行举止 你日常的生活 都有关系 所以当你说慧改的时候 这个慧改 在什么意思 在原来的意思呢 就是本来你走这条路了 以前的道路 旧的道路 现在你不走了 你走新的道路 以前你走魔鬼的道路 今天你转过来 走神的道路 以前你走黑暗的道路 今天你走光明的道路 以前你走 肮脏污秽罪的道路 从今天开始 你要过圣洁的生活 走神的道路 这才叫慧改 可以明白吗 可以明白 感谢主 如果你有这个慧改的生活呢 我告诉你 你必蒙福 你怎么样蒙福呢 当你慧改的时候 我要清楚告诉你 当你慧改的时候 有一些情况要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因此蒙福 第一 我来看 当你慧改的时候 你必得恩典 大家说 得恩典 得恩典 上帝的恩典要领到你 上帝的恩典要领到你上面 那 上帝的恩典领到你上面 恩典是什么意思 恩典是什么来的 到底恩典的意义是什么 我们来看根据 罗马书第五章 一至十节 罗马书第五章 一至十节 圣经这里记得说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 耶稣基督 得以神和相合 我们借着他 因信得尽 现在所占着恩典中 大概说恩典中 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 拍完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 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厌 老厌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 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为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所定的日期 为罪人死 为义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死 或者有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 还做罪人的时候 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 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 他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 他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 得以神和好 既和好 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 对不对 在段经文里面 你看到什么 你看到我们的生命 因着悔改 得站在神的恩典中 当这恩典发生的时候呢 就有盼望 喜乐 就有祝福 就有得救 神的爱 和 以神和好 所有 这些事情就开始让你称义 对不对 在我们看到的段经文里面 讲到 当你活着一个未改的生活 当中的时候 神的恩典要临到你 你知道神的恩典是什么吗 我们常说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 神的恩典是什么 我们来看这个字 在原文里面 恩典这个字 希腊文叫 Karis 他叫做Karis Karis 这个Karis的意思 在中文是这样写的 给予喜乐愉快 欣喜甜美 魅力美好的眼泽 是恩典 OK 然后在英文 我们看英文 Grace Karis 这个字眼 看 我highlight的 That which apports Joy Lessure Delight Sweetness Charmed Loveliness Grace Of Speech 你看到什么意思吗 神的恩典临到你 就是这些祝福临到你 这些祝福就是欢喜的 甜美的 愉快的 喜乐的 仁爱的 全部对你有意的 祝福的 平安的 利益的 都临到你 那听到你 当你说 当你会改认罪的时候 神的恩典就临到你 刚才我 刚才叫你读耶语书第一章九节的时候 你看到神是信实的 祂爱你 当祂爱你的时候 祂就会想尽办法 遵行祂的心意 然后不抛弃你 无论在人家的情况 对不对 但是你犯罪 你犯罪 祂是公义的 祂也不能违背祂的公义和圣洁 所以你说 上帝是公义的 祂不能违背祂的公义的时候 祂必须审判 当你犯罪的时候 那审判去哪里呢 当我们搞到上帝的恩典 领到我们审判去哪里呢 有一个原因 上帝爱你 本来你犯罪了 这审判要临到你了 但是如果审判临到你的话 你承受不住 上帝爱你 祂想了一个办法 就是让祂儿子耶稣基督 上十架 所以刚才我们守圣禅的时候 我告诉你 祂的血救了你 那为什么这个 耶稣要留下血 其实祂就是为了承受 Your punishment 你犯罪了 上帝爱你 但是祂不能违背祂的公义 祂不能不承判 祂不能不惩罚 但是如果惩罚你 你不能承受得住 祂爱你 又要惩罚你 怎么办 祂做了一些事情 祂使祂的儿子 代替你惩罚 这个鞭要鞭在你身上了 祂叫祂的儿子盖在你的身上 把祂的鞭打在祂自己的身上 打到够了以后 你的罪有多少 有多深 你当受的惩罚是多少 祂就打多少给祂自己的儿子 是祂的儿子受伤了 受够了给祂罪 祂翻过祂的儿子来 就开始让祂的恩典临到你 卡瑞夫就临到你 祂所有的恩典 喜乐 平安 祝福 利益 恩惠 所有一切祂要祝福都临到你的身上 而把惩罚降在祂自己儿子耶稣基督的身上 这就是卡瑞夫 恩典 你明白吗 听见没 今天为什么慧改那么重要 当你在慧改的时候 当你在慧改的时候 恩典才能够领到你 一个人 如果他犯罪 不知罪 也不觉得应该慧改 也不觉得他的罪是罪的话 弟兄姐妹 恩典怎么领到你 你怎么领受到这恩典 那个情况就会发生什么 让我告诉你 你犯罪 上帝爱你 但是他审判必须领到你 因为他是公义的 他们便拿起来 当你慧改的时候 这藤边 是打在他儿子的身上 当你不慧改的时候 时间一到 所以圣经有一句话叫 罪恶满盈 有没有听过 罪恶满盈 就是你的罪到的一个measurement 流出来的时候 过头的时候 overflow你的罪 时间到了 你没有被改 你也不知罪 也不要认罪 那个时候上帝的审判 必不得已 一定要做的 因为他的公义来着 就抽在你的身上 这个时候就是 罪的咒诅彰显在你的生命 所以你会看见到 突然间为什么我面对这个问题 突然间为什么我面对灾害 突然间为什么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里面 突然间这个突然间那个原因在哪里 因为罪的咒诅已经发生在你生命里面 原因在哪里 因为生命里面没有恩典 你要面对神的审判 你看到慧改 对你多么重要 今天我们站在这恩典中 就是耶稣基督已经预备了这个礼物 所以我们叫白白的恩典 白白的救恩 上帝已经做了一个计划 已经计划了 天明你怎么样得救 就是牺牲了自己的儿子 救了你 但是你不要 你不要这个救恩 你永远不能得到这个恩典 所以我告诉你 当你会改你被蒙福 就是因为当你会改的时候 你所有审判落在上帝的儿子 耶稣基督的神上 而上帝就开始对你祝福 对你祝福 恩典领到你 恩典领到你 恩姐妹 这就是 你会改后 上帝给你的祝福 会改的人 比你蒙福 当你会改的时候 Karis 要领到你 可以明白吗 可以 第二我来看 对不起妹 当你会改的时候 你必得释放 他妈 你可不可以这样吗 跟人家告诉你 会改得释放 看看经文 罗马书第六章 十七到二三节 罗马书第六章 十七节 圣经这里说 感谢神 因为你们从前 虽然做罪的奴仆 大家说罪的奴仆 罪的奴仆 现今却从心里圣福了 所传给你们的道理的模范 你们既从罪里得释放 就做义的奴仆 我们因你们肉体的软弱 就照着人的常话 对你们说 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肢体献给不节不乏做奴仆 以至于不乏 欠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人 做奴仆 以至于成圣 因为你们做罪之奴仆的时候 就不被义业数了 你们现今所看为修子的事 当日有什么果子呢 那些事的结局就是死 但现今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 做了神的奴仆 就有成圣的果子 那结局就是永生 因为罪的公家乃是死 唯有神的恩赐 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 在这里保罗说我们以前是罪的奴仆 当你成为罪的奴仆 罪的权势 罪的恐绑就在你生命里面 一圈一圈的绑着你 那这只罪的恐绑绑着你的手 你就活在黑暗当中 当你活在黑暗当中 你的结局是什么呢 在这里就说 你现今看回羞耻 就是你改变过后 你看回以前你做的事情的时候 你感觉到羞耻 那在当时候你做的时候 有什么果子呢 圣经很明明地告诉你 它的结局就是死 意思说当你被罪捧绑 你活在黑暗的生活当中 到最后 你就越走越近死亡 无论什么死 人家叫 大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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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读啊 没有关系 华文是使自由释放的意思 使自由很简单 英文就讲得很好 在这里你看 to make free save at liberty from the dominion of sin dominion就是主权 管理 掌管 的意思 权柄的意思 你被罪的权柄 管理 掌管 瑕疵 今天你 慧赶了过后 你得到 set free from the dominion of sin 就是 被从罪的权势 罪的孔道里面 得到释放 各位姐妹 当一个人在犯罪的时候 他不悔改认罪 他永远被绑着 越来越深 但是当一个人 在犯罪后 悔改呢 悔改就好像什么 好像一把刀 大家说一把刀 一把刀 砍断 那个魔鬼撒旦 把在你生命里面的 所有罪的绳子 砍断了 你每一次悔改 就等你砍断 他的权势 每一次你犯罪 你悔改认罪 就砍断了这个权势 你越砍越多 不是越来越松 他的能力是不是 当你越砍越多的时候 魔鬼撒旦的绳绑 就不能越紧地绑住你了 对不对 所以你就很快地被释放 一个人不悔改 魔鬼撒旦的权势 就越绑越紧 罪的权势就越绑越紧 到最后他没有办法 来到上帝的面前会赶 他的决击就死亡 你明白吗 十多岁的时候 我还记得 我差不多五六年级 这样子就学人家抽烟 抽烟了六年级的时候 去住一条路的时候 参与一团朋友 就开始偷偷地吸大马 偷偷地吞药丸 开始戴香烟去学校 风水就被释出来了 CNC那么久 到了我回来教会之后 教会主 我那时候在Nightclub做工 那是很感动 要改变 要脱离这个香烟 我记得这么多了 我还记得我来到教会的时候 我后面还插着一包 Peter OK Peter 插Peter 金 那在坐摩托车的时候 就会玩过 青少年 还挤 还挤 潇洒 接着 激烟 OK 坐摩托车 Peter又跑出来 那我的弟兄们都看到 我的Peter 跨护士看到 又把我的Peter推进去 所以带行的 但是我来的 就一直来 一直来的时候 我感觉自己不对劲 我要改掉香烟 是不是一直改 没有 没有一次改 跌了又起来 每一次 我都要改 但是懂事改不到 有一次我 哇 敬余神啊 圣灵充满 我很感动 然后我要改 也祷告了 我真的改了一个星期 改了星期的时候呢 我就开始忘记的当了 当了 就开始 又回去买一包的 Peter 小胞的 又买了一支 新的来的 我最记得了 他开始点一口的时候 一吸进去 哇 圣灵突然间很重的感动我 我心里突然间感觉都懊悔 好像我 我这个肮脏的人 配的人 好像我得罪的神 我没有信用答应的神 没有做得到那种痛苦 所以我之前告诉你 如果一个真的会改的人 他能够治罪 他能够为了他的罪 懊悔 这个真的会改的人 所以圣灵突然感动我 给我一支很清楚的话 你是不是答应神 你要接他 我这句万众的打着我心 没有我生命 整个心 哇 很奥违 很后悔 我竟然又在犯了 我记得那一天 我丢掉那支箱面 我drop我新的那个Peter 然后把我新的Liter也丢进水沟里面 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就不再吸烟了 而且我还在做工 那个你知道的 Win Jong-Ai 对不对 对不对 一个吸烟的人 顶不住的来 如果他是有烟的地方 他顶不住他 吸烟的人有两种情况 一定要吸烟的 第一种情况就是饭后 吃饭后 吃饱了一定要一支香烟 所以饭后一支烟 快乐过了时间 对不对 这个是吸烟的人的饮饭 第二种情况是大便的时候 一分要吸烟 不知道为什么这两种情况 一定要的 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的 但是经过真的会改了以后 我真的改变了 我可以在Nine Club里面 客户对我烟 朋友对我烟 我不好意思 因为这么久细了 就要跟人家说我改了 这个是很没有面子的东西来吧 我可以这样子做 点了以后 点燃了 吸进去 但是没有吞下去的 你会知道吗 就是吸了 吹了 吸了吹了 这样子 真的没有吞下去的 没有吸进去的 滚出来 然后就推给我的朋友 另外一边吸了 或者把它弄掉 这样子过了几个月 我可以做到 我可以得胜 在这个这样子的环境 为什么 因为我过着会改的生活 当我每一次会改 我失败了 但是我再会改 我再失败了 但是你不要忘记 每一次你会改 就要成一把刀 砍断 魔鬼 撒但黑暗 全世的捆绑和势力的绳子 每一次我砍他 每一次我砍他 我跌倒了 我砍他 再绑我 我再砍他 再绑我 我再砍他 总之砍久了以后 总是有一次我得胜 为什么我越砍他的能力越弱 但是我不砍他 那个孔膀就越来越强 这个孔膀就越来越紧 你明白吗 到最后我失去了 那个悔改的心 但是我一直不再砍他 一直不再砍他 神的大人在我生命里面动弓 每一次我砍他 总是有用处的 虽然我下一次跌倒 但是总是有用处的 阿们啊 只有我得胜 我二十年没有出院 二十多年没有出院 你知都没有 甚至我现在闻到 像一个味道 你要吐 你要不喜欢 为什么呢 你以为我得胜吗 不要灰心 你如果有一些东西 你还不能解决的 不要灰心 对吗 你一直砍他 悔改 当你做成悔改的时候 对吗 你等你 砍断魔鬼杀当的存绑 每一次你砍断 虽然在跌倒 不过有用处的 你每一次砍 坐在属灵身上 砍的时候 某个人的势力都会越变越弱 到最后他没有办法在你身边有任何的动工 卡瑞斯要领导 你就蒙福了 阿们 不要放弃 上帝是信实的 是公义的 他必赦免 你的罪 洗净 你一切的不义 只要你 回到他的里面 悔改 他必释放 阿们吗 阿们 第三 最后我们来看 好吧 你给我闭解一下 悔改得丰盛 所以我告诉你 当你悔改的时候 你农服 你悔改了 你的生活才能改变 你的生命才可以不一样 才能够领受上帝的赐福 看算新闻 哥罗西书第一章 九十十节 十四节 圣经这里说 因此我们自从听见的日子 也就为你们不注意的祷告祈求 愿你们在一切属灵的智慧无信上 满心知道神的旨意 好叫你们行事为人 对得起住 凡事蒙他喜悦 在一切善事上结果子 渐渐的多知道神 照他荣耀的权能 得以在各样的力上加力 好叫你们凡事欢欢喜喜 忍耐宽容 又感谢父教我们能以众生徒 在光明中同德基业 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群世 把我们千道 大家说千道 他爱此的国度里 我们在他的爱之力得逢救赎 罪过得以赦免 感谢主 虽然新闻保罗来讲一个很大的应许 当一个的慧改认罪 你看 第十节 这一个行事对得起主 凡事蒙愿 在一切事上都行善 我问你 这个是不是生活 这是不是会改的生活 当你过着会改的生活的时候 一件事情就要发生在你的生命里面 上帝的丰盛要淋到你 第一 就是让你力上加力 他想说力上加力 你得胜再得胜 得胜的能力不多 你的加贴 然后上帝要喜悦你 你也要结果子 然后你要在上帝的真理里面 战利的论 并且你的罪要得到释放 最重要的几件事情 第一 就是你能够和光明之子 同德继业 感谢主 当你走进光明的时候 你就得到光明的产业 不是得到黑暗的咒诅 明白吗 然后在这里 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 圣灵要救你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你帮到 他叫做帮到 牵到爱子的国度里 以前你活在罪中的时候 你在罪的世界 你在魔鬼的世界 被魔鬼控绑 被魔鬼咒诅 被魔鬼挟制 被黑暗的势力 再控绑着你 但今天你会改 一会改上帝就 帮你 帮你 移到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的国里 让你享受 他的 丰盛的赐福 丰盛的生活 所以对不对 不要停止灰开 灰开对你多大重要 当你每一次 做错了 站起来 做错了 站起来 上帝的赐福要领到你 上帝的恩典要领到你 上帝的爱要领到你 上帝要改变你的生命 不要灰心 总有一天 你总是会完全的把它砍断 但是你不要停止 看它 不要上次 悔改 用你的圣灵的大能 破除 一切魔鬼 撒旦黑暗的势力 你的每一天的生活 就越来 越蒙福 弟兄姐妹 我要告诉你 当你悔改的时候 你必蒙福 怎么样蒙福 什么情况 第一 就是当你悔改的时候 你必得到 卡里斯 恩典 当你悔改的时候 你必得四方 L 得到四方 从罪的当中 得到四方 第三 当你悔改的时候 你的生活就丰盛成 为什么 因为上帝把你 从黑暗的世界 搬进他爱子耶稣基督的 国度里面 让你在他的里面 蒙福 生活改变 我一起站起来